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關鍵下一秒 那今天台北股市 出現了很多人在預期當中 但也不在預期當中的走勢 怎麼講呢 今天台北股市開盤 當然是以開低啦 因為今天這個我們跟大家提過了 就是說有台積電的除息 有台積電的除息 有國泰金跟富邦金的除息 所以今天是一個 開低往下的一個狀況 好的在開低往下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最終其實收盤的跌幅並不大 今天只有收盤跌18點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在一早 很多投資朋友選擇 在這個時候 去做股票殺低的動作 那夏老師就要問各位了 觀眾朋友今天股票殺低 你有在其中嗎 如果你在其中的話 我覺得這個代表你對於行情的研判 基本上出現了一些狀況 不過我在上個禮拜 其實我在節目裡面就跟大家提到 我認為說這個行情禮拜一 會再往下再打一次 那你有沒有看到往下再打一次 有啊 今天早盤最多跌到了90點對不對 那有沒有讓你有一個換股的機會 同樣也是有嘛 這個不是謝老師講的模擬兩可 而是這樣子的行情 原本就在我們的一個預期當中 這個指數當它後續往上拉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不就是你換股 非常好的一個時間 好所以來到這個位置之後 當然觀眾朋友你心中 大概會有一些疑惑 就是說 就是說以今天的一個加權股價指數來講 我說真的其實表現不差對不對 因為你台積電就扣掉70點了 然後富邦金國泰金 加一加也大概80點的一個空間 但最後只有跌18點 所以有很多人跟你講說 把這個部分扣掉 其實台北股市今天是漲的 基本上這樣子的講法是沒有錯 但是今天漲起來 今天或者說今天跌幅沒有這麼大 它到底是一個止跌的訊號 還是一個整理之後再跌的一個訊號 我覺得觀眾朋友 你必須先把它分清楚 那謝老師在今天提供給 會員朋友的一個關鍵早報 或者是你在我們的公司網站上 你可以下載到的一個關鍵早報 基本上我對於後續的行情 其實我寫的算是非常清楚 那因為字數比較多 我這個地方我就不去念 你有興趣的 我歡迎你這個時候 你應該可以下載到 謝老師禮拜一的一個關鍵早報 那基本上我在裡面 如果說你沒有時間看 那沒有關係 你聽謝老師講就好 我認為最關鍵的時刻 最關鍵的時刻 你要聽清楚 決定於這一波到底是止跌 還是再跌 這個事情在明天它會發生 所以我知道今天會有很多人跟你講說 你看我禮拜五就跟你講 沒有什麼事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提 這個狀況你必須要等到明天確認 怎麼講 我們先來看這個 加權股價指數的一個技術面 這個是小時線 好 所以小時線的一個部分 過去我在節目當中跟大家提過 當時我認為會留在歐洲 但是當時我也提到說 即便留在歐洲 它其實也有修正的一個機會對不對 好那當然後來出來結果是脫歐 那脫歐它加上它原本要做修正 所以這個波段它其實回檔的幅度就變得比較深 好但是回到這個位置之後 觀眾朋友 禮拜五的低點是8374點對不對 好那8374點其實今天你可以看到 今天大概5個小時它都沒有來碰這個位置對不對 好所以相對來講 這個位置是你短線上面你必須要重點觀察的一個價位 因為它決定了到底台北股市這個地方 到底是止跌還是再跌 好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你說要守住這個位置 當然不能單純只靠台北股市的一個表現 這個時間點今天晚上美國股市是關鍵 那至於說關鍵的一個地方 其實我也寫在今天的關鍵早報當中 那明天我會加上這個今天晚上 美國股市收盤的狀況 然後再來幫大家研判 接下來的一個台北股市的行情 所以今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如何影響台北股市 請鎖定明天的一個關鍵早報 因為還沒有收盤 這個地方我當然沒有辦法跟大家提 所以這個部分你要掌握住行情 我覺得明天的關鍵早報 觀眾朋友你一定要 務必花時間把它看完 好大家講到這個部分 基本上我覺得不論是止跌也好 不論是再跌也好 觀眾朋友你必須要相對應的動作 我這樣子講沒有錯吧 為什麼今天跟大家提這件事情 你看今天的成交量是多少 我們先不來看這個部分 那我們不能講過了嘛對不對 今天成交量632億 好那上個禮拜五成交量是1200億 所以今天大概只有上個禮拜的一半 好那一半的環境底下 量能低迷喔 觀眾朋友 不論說你在上個禮拜五 你恐慌你想要出股票 或者是你像很多人講的 這個地方打回來它會是一個買點 讓你佈局的時間點 你要買股票 這兩種都是會 那個方向不一樣啦 問題是它都會造成一個東西 叫做成交量對不對 好但是這個部分其實你可以看到 你看你想買的不敢賣 當然回頭如果以今天行情來看 你回過頭來看 你早上開盤開低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想買的不敢買 那原本說要談起來解套就要出場的 套牢的不會賣 這個是不是觀眾朋友 你現在面臨到的問題 你想買股票 你手中有資金你想買股票 但是你買起來會怕怕的對不對 然後你手中有套牢股票的 你想要說如果沒有跌那麼深 我就把它出一出 觀眾朋友 今天加起來有超過1100家的股票 都是上漲的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今天一定會有比你禮拜 禮拜五你想要賣的價位來得好 對不對 好但是你不敢做 所以你看到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謝老師一直跟大家提到 這個時間點 你要做的事情 你單純不是只有看謝老師節目 你現在需要的是執行力 我昨天我在禮拜五跟大家提到 我說我知道啦 你的意志力都很薄弱嘛對不對 要不然你今天也不會遇到 想買不敢買 套牢不會賣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啊對不對 那所以說你這個地方沒有執行力 沒有關係 你更要跟上謝老師的一個節奏 我問各位啦 假設這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止跌的一個訊號 你要開始在這個地方買股票 那謝老師問你啊 你在這樣的一個位置當中要買股票 第一個你要面臨到兩個問題嘛 第一個你要買什麼股票 好這個部分我稍待我跟大家提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你如果在這一波的行情 你沒有出股票 那你哪來的資金買股票 你告訴謝老師啊 如果說這個時候你套牢了 你不知道怎麼出 那你手中沒有資金 你告訴謝老師 你怎麼樣去買股票 今天買股票不用交割嗎 都還是要出不交割款嘛對不對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時候很多人跟你講說是機會 謝老師也認為是機會 危機是轉機 這個一向都是議題的兩面 但是今天你沒有在上個禮拜四 或者是禮拜五早上 你如果沒有出股票的話 你何來跟人家談說 這個地方要帶你買一檔股票 反敗為勝對不對 觀眾朋友你手中的資金是有限的啊 所以你看我在上個禮拜 其實當時我就跟大家提到了嘛 就是我認為即便留在歐洲 這個地方它衝高都會走低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從禮拜三禮拜四開始 我就在做持股的一個調整對不對 包括了當時在禮拜四 當時我們先出了這一檔個股 叫做維權店 這是6月23號 當時我們掛價22塊4全數獲利出清 為什麼 針對的就是明天容易出現 那個時候的明天就是禮拜五嘛 明天容易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 所以我要保持我手中持股的流動性 所以你回過頭來看 這個動作到底重不重要 這個動作當然非常重要嘛對不對 你看禮拜四 22塊4全數獲利出清 觀眾朋友今天所有人都在跟你講說 他手中的股票漲停板 我就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今天如果沒有出股票 你何來的資金去買股票 我講過了嘛 這個地方如果我都我可以我可不可以不理 反正我股票賺錢我就擺著啊 他繼續漲我就繼續講 他沒有漲我就不要講 你遇到的分析師是不是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今天你家裡不是開銀行的啊 如果你家裡開銀行的 你也不用做股票啦 那既然是這樣子 你如果資金沒有調整 你怎麼樣去做其他的佈局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樣子的一個動作差多少 你光看這個部分 22塊4全數獲利出清 到今天委權店的收盤價是多少 20.35 22.4到20.35 這個禮拜五一天 禮拜一一天 他差了9.15% 將近一根停板的一個幅度 但是我剛剛也跟大家提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是重點 那個到底跟今天差了多少 我不會期待說 因為有些人都講說 你看我股票一賣掉就跌下去 對不對 謝老師不會這樣子想 因為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你都還有那個相對高點 可以去出個股 因為謝老師選的股票都是好股票 我覺得重點在哪裡 我覺得重點在這裡啦 有賣股票 你才會有資金去買低檔啊 今天不論說你是要買這檔個股也好 你要買其他股也好 你保持你資金的流動性 你才會有所謂調整的一個機會嘛 對不對 好那另外我們再來看 還有一檔個股 是我在上個禮拜在 從禮拜一開始 當時我跟大家一直積極強調的 這檔股票 今天股價供到漲停板 好我們先來看這檔個股 這檔股票叫做利基 我知道會有很多人跟你講 他突破了本波段的高點 今天股價供到漲停板 好但是我覺得供到漲停板 不是重點啦 因為夏老師一直跟大家強調一個觀念 我知道漲停板看起來 那個視覺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我也跟大家提了 就是說我們做股票 其實今天是這樣子 就是你在每天追逐漲停板的過程當中 短期叫做投票機嘛 你要如果每天要看的是漲停板的話 你在做的是一種投票的行為 什麼意思就是大家投我認為我喜歡的 比如說總統大選 比如說選美 比如說這一次的一個脫歐公投 我認為哪件事情對我來講比較有利 我比較喜歡哪一個候選人 所以我去投給他對不對 但是你做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他有一個問題嘛 就是萬一你喜歡的你投的那個人 他不是市場最喜歡的怎麼辦 對不對 好那同樣的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要做股票 我覺得就是我們要一個 長期的角度來看嘛 就是體重肌的概念 就是說我不是說不看短線 但是我必須要有長線來保護我的短線 就算這個地方他股價往上漲 或者是他股價短線做整理 我覺得都不是我擔心的 而是他股價能不能夠 回到他真實的一個價值 所以你回過頭來看 你看禮拜五 所有的股票都跌對不對 但是今天有多少股票 能夠像利基一樣 創下這個波段以來的新高 而且我剛剛也講了嘛 大家都談 大家都講 問題是 觀眾朋友你能不能夠提早講 你能不能夠提前預告 你能不能夠提早在這樣的一個 時間點當中去做布局 而不是一直在做一個追高的一個動作 那別人我不知道 我們不敢去評論別人怎麼做操作 但是謝老師怎麼做 你看這是6月20號的訊息 我說利基電掛價64塊1建立基本持股 那最主要的大客戶是三星 這個部分我們講過了我就不要多提 但是你看我們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我們是一路以來都幫大家再做一個追蹤 包括當初我在講神頓的時候 你看6月14號我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預告這一檔股票 5月份營收歷史新高 6月份營收要持續成長 第三季進入旺季 主要動能出貨給三星 觀眾朋友這個是週限的部分 你如果能夠找到同樣的一個題材 然後不是週限 週限也長這樣子 但是不是利基的 麻煩你跟謝老師講 我也很好奇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當初其實就以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跟大家提嘛 你如果對於個股敏感度比較高的 我相信你就會知道這檔股票是利基嘛 所以你看這個個股 我們是在6月14號在節目裡面跟大家提 6月20號我去做進場 那一天是禮拜一 也就是一個禮拜之前 然後結果你看到了 禮拜二整理 禮拜三股價攻到漲停板 那個時候市場開始 有人在跟你提到這一檔個股 但是我也講了 當大家都有比的是什麼 比的是誰的買點最好啊 所以你看這個波段 一路到6月23號股價創波段新高 一路到6月24號 好那你會說老師 這股票你不是獲利出一半嗎 沒有錯 這個地方謝老師 在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的確是獲利出了一半對不對 那我講過原因是為什麼嘛 因為就跟那個偽權店一樣啊 因為我們要保持資金的流動性啊 所以謝老師出的價格 雖然稍微比今天的價格低 但是其實基本上我不會跟你說 我們就當作沒有這件事情對不對 我們當時是掛70.2獲利出一半 這個就是謝老師的操作 我不會跟你去用投機取巧的方式 然後讓你認為說這張股票 我到現在我都大賺嘛 那實際上是賺沒有錯啦 但是我先獲利出了一半 那你會說老師 那你獲利出了一半 這個地方你少賺一半 不是很可惜嗎 觀眾朋友一點都不可惜啊 你去想一個問題喔 就是說 我在上個禮拜五出股票 我是不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要保持資金的流動性 這個東西你回過頭來看 它的好處在哪裡 就是說你看今天開盤67塊半 你當時出70塊2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把股票買回來 這是第一個操作 但是我選擇的 我不是這樣子操作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有比這檔股票 更好的股票來做布局 那你會說老師 這檔股票今天都漲停板了 還會有比它更好的股票嗎 觀眾朋友我再講一次 這個地方我們看的是 它中長線能不能夠拉出一個波段 中長線能不能夠拉出一個波段 我覺得這一檔股票 它比利基更好 因為我認為 它後續它走出來的波段 會比利基來的大很多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知道所有的人 都在跟你講利基怎麼樣怎麼樣 它的基本面如何如何 但是這些東西 不是都是謝老師領先在市場前面 我在節目當中跟大家提的嗎 那既然是這樣子 觀眾朋友你都知道 你做股票你要大賺 你必須要領先市場 這個不是大家都掛在嘴上的嗎 但是如果說這個時候 才來跟你談所謂的一個 這個利基的基本面 我覺得這個東西太晚了啦 就如同我過去我跟大家所提到的 今天你在股市當中 或者是你選擇一個分析師 你到底是要選擇領頭羊 還是鸚鵡小蛇 這個是動詞 所以這個不念學 再念小 就是學習的意思啦 所以到底你要找的是一個 能夠領先市場的領頭羊分析師 還是你要找一個人家講什麼 他講什麼 那股價漲停板之後 他跟所有人都在做介紹的時候 謝老師要告訴大家 我們沒有那個空去幫大家回顧過去 我們要做的是領先市場 所以我剛剛講了 我在上個禮拜出這檔股票 很多人會覺得出一半 很多人會覺得很可惜 問題是我覺得下一檔股票會更好 而且我剛剛也講了 你股票你不出 你怎麼會有資金去買其他的股票 好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要這個時候哪一檔股票 我覺得比這更好 這個是我在 這個是我在那個脫歐公投之前 禮拜四 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提到的 一檔個股 我說他股價過去 他就是會落後美國房市 那第一季的EPS 是兩年以來的單季次高 所以他本益比不高 他本益比不到10倍 好 那因為這個東西 他是市場的共識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不跟你講 因為做這種東西的 在市場當中太少了 你一講你大概就知道 我總是要保留 我一點會員朋友的權益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的是在於 你看這檔股票它是月線 這是一年左右的一個大底 你看當初去年的最差的時候 歐債危機的時候 它都沒有這個低點 都沒有來做跌破 一個兩年之後才有可能實現的 脫歐公投 你認為它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而且我告訴各位的重點是在於說 這個股價打底在這段時間當中 搭配上美國的這個成屋銷售 創2007年來新高 上一次出現這樣子大漲的一個狀況 你看觀眾朋友 這個你把這小紅可以扣掉就不要算 這算起漲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它連漲了五個月 漲了多少 這個波段它一共漲了250% 2.5倍 所以你說這個時間點 我該不該把立基的資金 抽到這檔股票上面 而且觀眾朋友你不要小看 今天立基雖然是漲停板 但是今天這檔股票 其實也收在今天最高點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檔個股 它今天股價開始發動 觀眾朋友你現在開始跟著我們 我希望觀眾朋友你還跟得上 我希望觀眾朋友 你可以把握這一波的機會 那我在上個禮拜有講說 這樣子的一個 希望能夠幫助到投資朋友的一個訊息 它只有三天 那到6月27號為止 但是因為錄節目的時候 還是6月27號啦 所以我們就特別啦 就是你在節目 因為你可以看到網路嘛 你可能打電話的時候是今天 那或者是沒關係 到6月28號也沒有關係 我們能夠幫助大家的 盡可能幫助大家 從這一檔股票開始 希望觀眾朋友 不是這個時候你還在看立基電 而是你要跟上我們的腳步 開始布局下一檔的股票 不要等股票噴出去了 謝老師公布之後 你再來問說 謝老師這個地方可不可以追 或者是你聽其他分析師 才跟你講說 這一檔基本面有多好 我覺得都太晚了 從這個時候好好把握 觀眾朋友你要改變你的 過去股市操作不順利 重點在於執行力啦 執行力不是只有 謝老師帶你怎麼做 也在於你這個地方 能不能夠拿出你的決心 這一波決定好好的跟著我們 一起來超過這一波行情 廣告當中撥個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個聯絡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繼續幫各位做解析 歡迎回到我們的一個節目現場 所以謝老師必須要這樣子講 從今天的一個成交上來看的話 我覺得其實你自己問一問看 自己就知道了啦 今天你有沒有做膽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買股票喔 而是你原本想賣股票 你有沒有買股票 那你原本認為說 這個地方是低點 是你買股票的時機 你有沒有勇敢去做進場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 它不僅僅是 那個執行力的一個問題啦 有時候其實對於你行情的一個研判 你能不能夠很有把握的 對於這個行情 其實你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先姑且不論你的想法 到底是對是錯 你一定要先有想法 你認為這個行情是多是空 你才可以再斷定 你才可以斷定這一波的主流是什麼 你才可以訂定這一波的策略是什麼 你之所以沒有做動作 是因為你不知道要怎麼做動作 你不知道說這個地方 我手中的股票到底該不該賣 對不對 我想買的那個股票 到底會不會接下來成為主流 因為殺那一根200 300點的那個黑黑下來 大部分都會擔心 這是人性啊 我覺得合理 但是如果你心中沒有想法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做出相對應正確的判斷 所以你看我們這一波 其實這一波的一個行情操作 我們在整個六月份主流 其實那個主軸其實很簡單嘛 IC設計 尤其是什麼IC設計 尤其是三星的IC設計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從當初6月14號節目公開跟你預告 我們要做這一檔股票 我認為它會隨著神盾的模式發展 後來你也知道這一檔股票 叫做4968的利基 今天股價創下了一個波段新高 所以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到了上個禮拜 我禮拜五我先獲利出一半 但是獲利出一半其實不可惜 很多人覺得可惜 但是你回過頭來看 你今天你可以在比70.2的地方 去做加碼 這是一種操作 另外一種操作是你把資金擺到 更好的股票上面 這個我們稍後再跟大家提 但是你看我們這一波 我們三星 我們三星概念股我們怎麼做 從最早的一個神盾 你看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之前我們跟大家提過 你認為神盾這個地方就走完了嗎 實際上它在脫歐之前 它就先做整理了對不對 但整理合不合理 合理啊 因為股價這一波漲上來 我們分別買在141跟148 我相信觀眾朋友這個你都看到了 今天股價都還有接近160塊的價格 怎麼樣你也沒有賠錢嘛對不對 141跟148 這是我們過去操作的一個部分 搭配上說後面 它其實包括了下半年 我覺得重點在下半年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還是觀眾朋友 可以去做追蹤的方向 那觀眾朋友或許會問說 那老師你為什麼出利益 你不是出神盾 第一個神盾它的幅度 相對來講我認為會比利益大 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是 利益是100多塊的股票啊 對不對 所以你560塊的股票 你去換那個 我換這一檔股票是40幾塊 40出頭的股票啦 四字頭 我相信觀眾朋友 其實都有辦法做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當然是出利益嘛對不對 好 我們這一次不要說250% 一半有沒有機會 那一半 一半如果覺得太誇張 那你一半的一半有沒有機會 觀眾朋友你去想這個問題 那問題是我希望你不要想太久啦 因為這檔股票 其實今天已經開始發動了 今天股價其實收在最高點 那我們在6月23號講 那今天才6月27號 兩個交易日 你要跟上絕對都還來得及 所以謝老師告訴各位 這樣子的一個 希望能夠減輕投資朋友負擔的 原本到6月27號指 那因為錄節目還是6月27號 所以你到明天6月28號打電話 其實都還來得及 希望觀眾朋友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我們節目之前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找crewbook 按讚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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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讚